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姐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我的蝴蝶兰 今天开了第一朵花 大家看看 我的蝴蝶兰终于开大了 昨天开始开的 一天一宿 现在刚七点多钟 我起来就看到这蝴蝶兰整个开开了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看看 看看这蓝大花键 刚才我又给它点水喝 一点点的盆清了 就给它点水喝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这应该叫什么样的蝴蝶兰呢 这是我昨天中午给拍的 等今天开大了再分享给大家 这样看好像个猴头 猴头蝴蝶兰 再看看它的花丝 看那蝴蝶兰的花朵 好像金屋里边藏着一只 美丽漂亮的小鸟 住在金窝里 哇 我的大蝴蝶兰开开了 今天是3月24号 开了第一朵蝴蝶兰 大家看看我这个蝴蝶兰叫什么名字呢 蝴蝶兰也分好多品种 好多颜色 哇 太好看了 就是去年7月份 从垃圾桶捡回来的那颗蝴蝶兰 今天终于开开了 太美了 你太漂亮了 非常的美丽 超可爱 旁边的两个大花苞也马上要开开了 也非常的大了 哇塞 太美了 我们看看这蝴蝶兰的花 小鸟的脑袋 小嘴巴 两个眼睛 今天看得特别的清晰 这蝴蝶兰的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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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里面的海藻就是它一开始滋败的 我也没给它放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